年底九合一選舉進入倒數階段 屏東市長選戰轉區白熱化 選前造勢活動也持續不間斷 民進黨屏東市長候選人李清盛 在萬年西舉辦團結挺清聯 招攬萬年西 牽手守護屏東市活動 發表政策及決心場面豪大 今天晚上大概就是我們市長總部 辦理最終的一個活動 非常感謝所有市長的投家 大家在今天還是上班日期間 願意站出來 那我們有將近1500位 一起在這邊共同我們的主題 團結挺清聯 牽手護家園 我們一起牽手護我們的家園 然後讓屏東市更好 這個李清盛已經準備好了 我們有很多好的計畫 隨時可以來帶動屏東市整個的發展 這個圍繞萬年西活動 除了前縣長曹啟宏 縣長潘莫安 縣長候選人周春敏 前立委洪子雍等人到場立體 也吸引不少支持者 席家帶卷來參與 我們希望整個屏東市 有不同的一個願景 謝謝清盛長老他來帶領我們 他非常敦親慕靈 然後他非常清聯 他在做仙宇的時候 幫助很多人 他值得我們尊敬 然後國民黨屏東市長候選人周家綺 也請跑基層並提出振興經濟施政方案 擴大屏東市都市計畫等 另外也申告揭示兩場大型遊行造勢 號召支持者力挺 周家綺將在10月24號跟25號晚上 舉行兩場的遊行造勢活動 特別在10月25號的選前職業 我們晚上7點在慈鳳宮 有舉辦了一場別拍生面的造勢晚會 那我們邀請了年輕朋友的街舞活動 街舞表演 有亂打秀跟胡爾之秀 歡迎好朋友一起來到我們的慈鳳宮廣場 與家綺共襄勝舉 為家綺竟要打氣 選政白肉化除了藍綠天王陸續立體 後續遊行造勢也將持續進行 力求選民支持 也讓這場市長選舉隔壞受到關注 記者不亦聽張志豪 採訪報導